應該說那個心情有點太突然 因為節目得了 主持人再得的機率已經不高了 所以我那時候 公布是得的時候 其實我完全轉換不過了 我一直在想這真的假的 很感動 這節目能夠連續 去年開播到現在 能夠連續錄為兩年 我真的很高興 然後今天得獎 我就問他們說 今天拿著抱枕 走星光還好吧 我們就說一切都很順利 就彷彿您本人在身邊一樣 只是縮小了一點 瘦了一點 不習慣 不習慣 好輕喔 如果是真人 我一定抱不動我 其實要靠 北邊走 要靠腰力才能夠抱不動我 在我今天從家裡出發以前 我們家裡面其實 社區是本來有辦活動的 我是主委 然後他們說 如果有得獎 我就要幾個 我說OK喔 他說如果你得兩個獎以上的話 你就知道 我的鄰居都很浮誇 是都很有錢 他們就說他們出一辦 這意味著就是我要出另外一辦 那你OK的啊 當然啊 我就不辦了 真的謝謝我的爸媽給我一個這麼好的條件 然後也謝謝我所有一路 扶持我的貴人 長輩們 他讓我覺得很像我應該充實自己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現在我很高興能夠 對於這樣的一個節目 能夠駕親就熟的 或者是能夠興致勃勃的 就是愛做這樣的節目 然後我喜歡猜謎 其實台灣人也喜歡猜謎 然後有這麼一個節目 能夠 能夠在這麼多不同的意志節目當中 欸 他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我覺得很 就很爽嘛 不完成之後 會不會覺得責任更重 先別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把節目好好的做好 因為這節目我想 好好走 走三五年應該沒什麼問題 不會想說 哇給自己 因為有什麼什麼金鐘魔咒 因為得了獎 所以開始整個人患得患失 這個我倒不會 畢竟出道也快三十年了 顏雅倫 你不覺得很特別嗎 他很奇妙的一個人 其實我跟他沒有很熟 但是我們一見如故 我們搭檔其實 我們有很多東西一拍即合 然後他對於我的語言運用 他也蠻有 蠻有同感的 這個很不錯 那他的反應天在舞台上 有個反應不是劇本 你們知道嗎 你知道為了你主持 跟你一起主持我 我暴瘦 你暴瘦啦 我怕配不上你 哈哈哈 我有多吃一點啦 為了配得上你 我爸爸 這個不是劇本設計的 你就知道他反應很好欸 他很棒欸這個部分 很好笑 我在台南我就笑出來 一二三 白色 直接一次 我滿熱的 就生氣了 你們兩個這個動作啊 是不是我來好大 我拿來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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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煩了欸 你已經很生氣了 性感的 我 我 我真的洗死我了 好了不要生氣了 我一直看他的性感就好 你真的很會聊天欸 好 好